先和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身为一个胖子的自己饰演员 我在身为一个胖子里面 饰演的是阮东升 然后是一个很霸道 然后其实个性也蛮可爱的 一个蛮冲突角色 饰演阮东升女朋友的最大的复杂是什么 应该就是要诠释他比较霸道的一个地方 那么多人家阻挡不了我对你爱的想法 有没有为了你个角色会去学习下做菜 有 然后其实剧组也有安排就是去厨房 然后请老师教学 那你现在最善选的 番茄炒蛋 其实我很喜欢吃 但其实也没有难度 第一次和其他人有难选 嗯 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他我还蛮紧张的 后来是慢慢的就是 就是试着去聊天 然后什么的 然后就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生 然后很活泼 他其实是每天都带给大家很大的能量 因为他就是不管昨天拍到几点 他隔天起来在现场就是非常有活力 然后就觉得 你这波勒吗 就有在follow这样子 就是有在看他就是满目的 很希望可以自己去挑战一些比较反差的角色 可能像是反派 或者是跟自己内心还有外在的一些冲突的角色 第一个是我觉得其实胖子想要传达的其中一个蛮重要的就是初衷 因为其实这个事情对像我阮忠生一直都是放在心里很久很久 所以就是一直在追寻 所以结果可能就是有追到 然后第二个理由就是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不要只看他的外在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内心 第三个是我觉得 剧情其实有很多是可能现实中我不太会碰到的 但其实你看的会觉得很甜的 那我会觉得希望大家就是看的时候可以觉得很开心 不是每个人 antique是不是 马 everybody 我们把我们一起 dil 되지 stadium 好不好 第一个人 迷迷吧 这就是我们的队 林依泉 他也是等于想玩的 在这边 这边陣阵 不能就是打歌的时候还记住 你觉得你们想做但是不敢做的事情 高峰弹跳 如果今天你带牌上有什么 所以你再想做什么 傻慢半拍 九松 凤凤凰化在粉红墙上 出东门过大桥 大桥底下一束枣 拿着肝子去打枣 亲得多红的少 您带牌